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认真总结香港回归20多年来的经验 使之成为两制台湾方案的基础 与此同时 台湾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借鉴香港经验和澳门经验 使得两制台湾方案真正具有台湾特色 其实 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 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国台湾主任刘洁一在五日的部长通道上表示 和平统一以后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社会制度会得到充分尊重 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 合法权益会得到充分保障 台湾同胞心情会更舒畅 日子会更安宁 生活会更阴实 天地会更广阔 腰杆会更直 底气会更足